第六章 禅定瑜伽 至尊人格神手说 不衣服 工作成果 履行应尽的义务 就已经处于生命的弃绝阶段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瑜伽室 神秘主义者 而不是那些不生烟火 不尽职责的人 攀渡之子啊 你当知道 所谓弃绝 使与瑜伽一样 既自我 与至尊相连接 若不弃绝 感官享乐的欲望 人永远 不能成为瑜伽室 对出席发布瑜伽的人 工作是手段 对已在瑜伽宗 得到更高晋升的人 停止一切 物质活动 乃是手段 弃绝一切 物质欲望 既不追求 感官享乐 也不从事 功利性活动 这样的人 已在瑜伽宗 得到提升 人 需 借助心意 解救自己 不要因心意 而 堕落 沉沦 心意 对于受限制的灵魂来说 既是朋友 也是敌人 征服心意 心意便是最好的朋友 征服不了心意 心意就是最大的敌人 征服心意 征服心意 因心意达到完全的平和稳定 所以彻底觉悟到超灵 这样的人 对苦乐 冷热 荣辱 均无分别 因得到 知识 和觉悟 而完全满足的人 可谓 可谓 觉悟了 自我 堪称 瑜伽室 或神秘 主义者 这样的人 自我 控制 安处 超然 净见 是 万物 如一 无论是 沙粒 石头 还是 金子 平等 看待 所有人 诚恳的 祝愿者 智爱的 恩人 松立者 调节者 嫉妒者 朋友 和敌人 潜信者 和 罪人 这样的人 更为 进步 超然 主义者 应 始终 讲 躯体 心意 和 自我 至于 与 至尊的 联系 之中 应该 独自 隐居 随时 小心 谨慎 地 控制 心意 他应 远离 欲望 顶弃 拥有 执念 修习 瑜伽 须 选择 一处 幽静 之地 地上 铺上 菩萨草 再 铺上 鹿皮 和 软布 坐地 须在 圣地 布高 铺 不低 瑜伽 事 坐于 其上 稳弱 磐石 修炼 瑜伽 控制 感官 心意 及 活动 并将 心意 专注于 一点 如此 存化 内心 头 静 躯 躯 躯 树立 成 一条 直线 两眼 凝视 鼻尖 然后 控制 心意 免欲 焦虑 柔和 顺服 秉除 恐惧 完全 摆脱 性生活 在 内心 观想我 以我为 生命的 踪迹 目标 神秘的 超然 主义者 常 训练 自己 控制 身体 心意 和 活动 使 心意 规范化 这样 便 综结了 物质 存在 到达 神的 活动 魁尸纳的 居所 阿竹 那样 吃得太多 或太少 睡得太多 或太少 都不可能 成为 瑜伽 宝质 睡眠 娱乐 和工作 均有 规律的人 修习 瑜伽 可减轻 种种 种种 物质 痛苦 瑜伽 修炼 瑜伽 规范 心意 活动 安处 超然 静见